先秋定位等候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宏握手寒暄 习近平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的广场 为到访的马克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当中还有解放军的仪仗队分裂式 只是这阅兵怎么也像是中国在秀军力 这是马克宏在就任法国总统后第三度访问中国 马克宏在与习近平的会面中表示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全球稳定带来冲击 让欧洲数十年来的和平告终 他呼吁习近平促进俄国尽快结束乌尔战争 但面对马克宏喊话习近平似乎只是老调重谈 关于乌克兰危机中方坚持劝和促谈政治解决 反倒是强调了希望欧中关系的发展不受制于第三方 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相信欧方将独立自主发展对华关系 外界认为这显然是冲着美国而来 因为中国不希望欧洲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科技的行列 而对马克宏来说 除了希望借由中国与俄国之间密切的关系 促进乌俄和平 此行也是为了经济而来 马克宏在抵达中国的第一天就表示 欧洲不应该降低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 立场与西方国家有所分歧 他表示在经济上 法国不应该与中国脱钩 法国航太巨拨空中巴士的执行长就在马锡两人的见证下签署协议 重启双方立法机构和军事等交往 接着习近平也和马克宏 以及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举行三方会谈 范德赖恩在翻话软中代印 他强调领土完整和主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基准 而这是欧洲和中国都全力支持的 相较于马克宏扮演的好警察角色 范德赖恩被认为是在扮黑脸 要施压中国对乌克兰议题做出积极回应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